熟读辽斋志义的朋友 一定记得其中一篇 提威人妖的文章 讲的是山东东昌有个叫马万宝的人 娶妻田氏 有女子来寄居邻人某傲家 言为翁姑所虐 赞出王 其逢任绝巧 便为傲操作 傲喜而留之 马万宝发现这外来女子年轻貌美 就起了歹心 将她骗到自己房间 图谋不轨 谁知下手才发现她竟是了她 仔细盘问后方知 此人名叫王二喜 是桑冲的门人 因得转传奇述 学了一首男扮女装的好本事 王二喜口中的师父桑冲 就是发生在明代成化年间 震动了明献宗亲自过问的 人妖大案的始作俑者 人妖大案在明世宗石鹿等史料中 都有所提及 但对全过程记载最为详细的 当属明代学者陆灿 所转的耕死边 桑冲 山西看远府石州里家湾门水人 自幼被卖给于次县人桑冲 作为一子 桑冲长大以后 终日无所事事 跟几个地痞结伴 浪荡 在当地恶名昭彰 可是她还不知足 一心要在流氓这个领域追求极致 于是打听到大同府山音县 有个名叫古才的人 善于男扮女装 然后以传授针线活儿的名义 辗转地方 暗行间诉 一十八年不曾实发 这等好事 恰是每个流氓向往的 桑冲于是跑到大同府 经过一番艰苦的寻访 终于找到了古才 头败为师 古才一开始还有心不教她 担架不住她苦苦哀求 又看她生得眉清目秀 是吃着晚饭的材料 便收她为徒了 古才首先教会桑冲开脸 把脸上的胡子 汗毛脚踢干净 变得白净如玉 眉毛也修剪得秀如柳叶 然后续发 分成三柳戴上甲剂 扮成一个少妇模样 算是完成了第一步 接下来又教桑冲学做各种各样的女工 苗剪花样 刺绣纳鞋 生火做饭等等 当然也少不得告诉她在兼肃女人之后 怎样使自己不会暴露 这些都完事了 才让桑冲毕业 桑冲得意洋洋的回到家 她过去结交的胡鹏狗友们 都来找她学本事 其中包括本县北家山人茂 张虎 古城县张端大 马战村王大喜 温水县人坊 孙城 孙元一共七个人 值得一提的是 开头提到的王二喜 正是王大喜的弟弟 桑冲到步藏着叶着 拔骨才交她的一股脑儿 全传给了他们 然后对他们说 那么到个处人家 出路小心 若有事发 休攀出过来 然后这一群流氓 就像窗泡破了农一样四散而去 这时事成化三年 死后整整十年间 桑冲没有一天做过 哪怕一件正经工作 在外专一土监 他流窜作恶的地点 包括大同 平阳 太原 真定 保定 顺天 顺德 河建 济南 东昌等府 朔州 永年 大谷等 共四十五府州县 吉乡村镇店七十八处 他每到一地 就打听当地有哪一户的良家女子姿色出众 然后假装是一个受到夫家虐待 逃走要饭的妇人 先到目标人家的邻居那里记住 等到自己录了一手 会做针线的本领 得到认可了 便求这邻居介绍自己到目标人家交作女工正前 一般学这个的都是年轻女孩 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卖的没什么见识 遇到了这么个老奸巨华的流氓 几句话便觉得跟对方情同姐妹 到了晚上便睡在一间屋子里 当晚 桑冲先会说一些带有性挑逗的话 引对方上钩 如果赶上那一乱情迷的自然水道取成 如果遇到丙性刚正 不容易得手的 便要配置专门的迷药 药方是鸡子一个 去掉蛋清只剩蛋黄 桃足七个 柳足七个 聚烧灰 新针一个 铁锤捣烂 烧酒一口 合成迷药 把这迷药喷在女子身上 然后念昏迷咒 女子就会手脚不动 口不能言 桑冲这时扑上去行间 完毕后再念谢昏咒 女子才能慢慢苏醒过来 明代礼教慎言 女人一旦被玷污 往往终生不能嫁人 一辈子就算毁了 所以就算被桑冲监污的女人再怎么愤恨 也不敢声张 于是桑冲一次次得逞 又一次次侥幸逃脱 四次得计十年 坚通梁家女子182人 一向不曾事发 桑冲以为自己会像师父古才那么好运 哪知他的好运 再成化十三年7月13日突然终结 以监污为作案方式的他 也因为监污而败露 这大概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这一天 他流窜到甄定府靖州聂村一户人家 户主名叫高轩 他诈称是赵州名人张林倩 为夫打骂逃走前来投诉 高轩见他可怜 便留他在南房内素心 夜深人静 桑冲正在床上辗转反侧 想着接下来准备去某某人家顾忌重施 正着当儿突然听见房门支哑一响 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个粗壮的身躯就扑了上来 原来此人是高轩的女婿 名叫赵文举 他白天在老丈人房间里 看到自称是张林倩的女人 颇有姿色 立刻起了歹心 专门等到三更半夜潜入房内求见 桑冲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这种事 连推带打 拼死反抗 激得赵文举过气 那赵文举本是一条粗忙的汉子 硬得不行就来蛮的 把桑冲高高举起 左倒在抗暗住 桑冲被摔得直翻白眼 昏死过去 赵文举把他的衣服一扒 当时就蒙了 江冲捉送靖州 在靖州官府的延训之下 桑冲交代了自己的累累罪行 他兼秀的时间之长 人数之多 令主审官员目瞪口呆 一时间竟不知道 该按照哪条法律来判议何行 只好先将桑冲的供词 和他所兼诉的梁家女子的名单 上奏朝廷 启示法司将本犯问你重罪等因 明献宗朱建申门厅此案 起初竟不敢相信是真的 下旨让督察院看了来说 督察院不敢懈怠 和察署之后 当时的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上奏 臣等看得桑冲所犯 死有余辜 其所供人貌等聚个习学前述 四散奸淫 欲将桑冲问你死罪 仍行各处寻案御史 挨拿人貌等解经 一体问罪 以警将来 不过对于被桑冲监污过的妇女 其间飞出本心 又甘爱人众 亦和免其察究 朱建申看了奏折 十分生气 没想到治下竞出了这等伤风败俗 淫乱不堪之事 怒气冲冲的批奏道 桑冲 这丝情犯丑恶 有伤风化 便凌迟了 不必复奏 人貌等其名 物要上锦挨揪 得获解来 亲此 庚寺边对这起人妖大案的记录到此为止 而辽斋质疑的人妖一文 仿佛是尾声 马万宝拿住了王二喜的把柄 一刀淹了他 收为硬币 没过多久 桑冲扶朱 同恶者欺人并几世 为二喜漏网 后族 吉藏府西马氏目测 金一息在焉 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 这时 古才已经病死 算是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在明世宗嘉靖年间 还发生过一起类似的大案 清代笔记监护及尹杰石圣坛所在 嘉靖中期 江西瑞州府有个名叫蓝道婆的人 这个人 身具阴阳二体 也就是现在的两性人 两性畸形是在胚胎发育期间 分化异常所致的性别畸形 外音部表现同时存在 男性及女性的生殖器官 但是古人哪里了解这些 见到两性人就认为势不详的征兆 要么杀之避祸 要么展览挣钱 蓝道婆的父母算是好的 见她无资虚 外貌更像是个女人 变数足为女型 并在装束姿态上 也尽可能朝着女性方面培养 特别是交给她真知 刺绣方面的本领 蓝道婆心灵手巧 各种女工的活迹都做得极其功巧 以至于远近闻名 很多名闻旺族都请她到家中 言为女师 教习那些藏在身规中的大小姐们 刺绣之红之类 晚上就跟她们睡在一起 隐为闺蜜 按照现代医学的划分 蓝道婆当属男甲两性畸形 即虽然发育 有完全或不完全的女性第二行征 但说到底依然是个男人 一开始她和女孩子们同床共振 还没有觉得怎样 但两性的吸引乃是天道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蓝道婆就跟女孩子好上了 而且洋气方吃 几乎每到一户变形好事 乐此不疲 后置一家 女徒半宿 晚上蓝道婆又要求欢 谁知那女孩命死不从 并跑到父母的屋子里 惊恐地讲出了 蓝道婆意欲侵犯之事 主家赶紧抓住 想要逃跑的蓝道婆 扒下裤子一看 证据确凿 立刻送到官府 蓝道婆只好认罪 考验官府办事能力的时候到了 桑冲一案由于士都茶院独办 道底层次高 时大抵固大局 懂得被奸污女子 其奸非出本心 又甘爱人众 亦和免其查究 以保证社会安定 保障受害者的权益 相比之下 瑞州府可谓昏庸无能 把蓝道婆以居家辩游势力 那些曾经请他教习女工的女子 自然被人们对号入座 最终蓝道婆被判乱棍打死 而是身者一死甚重 甚是可悲 其实桑冲案和蓝道婆案 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别 如果说桑冲是有心为恶 那么蓝道婆则是无心住错 后者只是一个存在性畸形 但并未丧失性功能的青年 表达自己的性需求罢了 这个世界 司法要诚挚有心为恶 而对于无心住错 还是应该以批评教育为主 比如对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 多一些正确的认识 不要因为几个 拿针操代数脑门的未导士 大呼小叫 就急着收回销毁 也许这个世界会少一些 跟文明进步背道而驰的悲剧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为您分享更多 您喜欢的内容